接下来关注的是乌克兰战争的第三个冬天 美国防长奥斯丁四访乌克兰宣布4亿美金的军援 拜登要赶在大选前巩固对乌克兰的援助 因为共和党的候选人川普对于援助乌克兰是持非常保留的态度 而且呛下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是地表最强的业务员 在乌战之后宣布申请加入欧盟的东欧有一个小国叫摩尔多瓦 周日举行入欧公投赞成票仅以大约50%惊险过关 欧盟和摩尔多亚的总统都指责说是俄罗斯买票戒选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周一突访基辅为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是他任内第四次很可能也是最后一次访乌 时间点选在美国大选两个星期前 显然希望在未来不确定性下 展现团结力挺乌克兰 泽伦斯基晚间表示除了奥斯丁宣布的4亿美元军援外 美国还准备资助乌克兰8亿美元生产无人机 上周五美国总统拜登才借可能是他任内最后的欧洲行 为德国英国和法国领袖 讨论在俄军在乌东推进下如何结束战争 同时呼吁西方国家继续支持乌克兰 拜登政府动作频频 就是希望在大选前巩固队伍援助 因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已表明 他不会像拜登一样力挺乌克兰 这恐让基辅顿失最大金主和军事赞助 不只川普对乌克兰的论调越来越覆灭 他的副手范思更直接反对军援乌克兰 在乌战即将迎来第三个冬季之际 乌克兰和韩国情报直指 俄罗斯正准备让包括1500名特种部队 在内的12000名北韩士兵上乌克兰战场 乌方提供的影片显示 说韩语的北韩兵在中俄边境附近的训练场 领取恶军制服 我们需要确实的伙伴 特别在领导的讯息 关于新的角度南韩国 在支持俄罗斯 明显然是普天担心华 正因此搜索如何抑制激态 然后将向南韩国和南韩国 美国也在联合国安理会上警告 如果北韩派兵乌克兰 跟俄罗斯并肩作战 将是危险且令人忧心的发展 乌克兰驻联合国大使表示 北韩部队将在11月1号前 做好对乌战争的准备 克里姆林宫拒绝正面回答 北韩参战问题 发言人仅说俄朝合作 不针对第三国 周二起俄罗斯总统普京 将在喀山举行金砖五国峰会 新成员埃及伊朗伊索比亚和阿联 也将出席 证明西方孤立策略失败 莫斯科在全球还是有朋友 而在乌战后酝酿加入欧盟的东欧小国 摩尔多瓦则是惊险通过入欧公投 欧盟和摩尔多瓦总统直指 俄罗斯戒选 摩尔多瓦在同一天 举行总统大选和入欧公投 结果赞成加入欧盟的 仅以50.38%纤维多数过关 清欧总统指控俄罗斯 涉嫌策划买票30万张干预 但克里姆林公否认戒选 莫斯科反过来 谴责摩尔多瓦选举不自由 质疑支持清欧总统和欧盟的票 在最后一刻难以解释的增加 现任总统桑杜 在大选中赢得42.45%的选票 清欧的前检察官斯托亚诺格洛 得票率25.98% 都未达50%门槛 两人将在11月3号进行绝选 提议什么纵客报道 在1月3号进行继续 在11月3号进行继续 于是10月3号进行继续 在11月3号进行继续 在11月3号进行继续